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4号的VOA卫视 我是许波 在今天周末专辑的第一个小时里 时事看台为您纵览一周来的热点新闻 新潮USA介绍美国的新动态 新趋势 还有虎妈经和您分享育儿心得 好 请锁定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 屠杀事件使人严重怀疑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否致力于 实施联合国支持的和平计划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星期五说 可靠报告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 证明叙利亚政府故意杀害无辜平民 联合国安理会目前正在辩论 是否要对叙利亚采取新的 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 但是俄罗斯再次威胁要行使否决权 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说 政府军在坦克和支撑机的配合下 炮轰特里姆色村 造成220人死亡 阿富汗当局说 在阿富汗北部的一场婚礼上 至少有20人死于爆炸 40多人受伤 警方表示 星期六上午的这场婚礼上 自杀炸弹炸死了一支 乌兹别克组武装的前任指挥官实力人物 萨曼贾尼 他是新娘的父亲 阿富汗一位议员也死于爆炸 当局说 携带自杀炸弹的人进入了婚礼大厅 抱住了萨曼贾尼 然后引爆炸弹 美国六位参议员说 他们下星期将提出立法草案 规定参加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 所穿的礼仪性服装 必须是美国制造的 但美国奥委会表示 美国代表团今年已经来不及 把中国制造的服装换下来 在这之前 媒体报道凸显了 美国奥运会代表团 本月晚些时候 在伦敦奥运会上 所穿的红白蓝国旗色制服 是在中国制造的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李德说 在美国纺织业和服装业工人 急切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 这个把服装制造外包的决定 绝对是错误的 美国奥委会星期五夜间表示 现在更换 今年的制服已经太晚了 但是美国代表团参加 2014年俄罗斯冬奥会 所穿的制服将是美国制造的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佩洛西曾表示 美国的奥运选手 理所当然应该穿 美国生产的制服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 也批评美国奥委会麻木不仁 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也称 奥运会还没开始 中国就已经通过 制造美国选手的制服 从美国手中夺取了金牌 美国奥运会表示 美国的奥运代表队 与其他国家不同 美国的奥运代表队 是由民间资助 因此需要企业赞助 美国奥委会还为美国奥委会 选择服装设计师 雷夫罗伦的设计而辩护 雷夫罗伦服装公司 没有就它把服装制造工作 外包出去而受到的指责 发表评论 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同表示 今年它在糟糕的交易中 损失了58亿美元 是它原来估计数字的将近三倍 这家华尔街投资银行表示 两个月前 它估计它的伦敦分行 在交易中损失了大约20亿美元 但在星期五公布的新的盈利报告中 这家银行说 它在4月到6月损失了44亿美元 另外在今年早一些时候 和这个月的头几天 还损失了14亿美元 摩根大通的董事长戴蒙说 最近几个月 他们在交易中大大减少了风险 相信这个问题大部分已经过去了 尽管出现了交易损失 这家银行报告在第二季度 盈利50亿美元 然而自从交易损失首次披露以来 摩根大通的价值缩水了15% 墨西哥政府说 墨西哥军队在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地下 发现了又一条走私通道 缴获了40多吨大麻 在美国加州城市圣迭哥 和墨西哥城市地华纳之间的 这条边界地道 是过去一星期发现的第四条地道 当局说其中有三条还在修建之中 包括一条365米长的地道 它从地华纳的一个仓库开始 深入美国国境100米 美国缉毒部门说 据他们所知 只有在亚利桑那地区的一条地道 完成了修建工作 能够用于走私 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美国大选中 双方必争之地维基尼亚州 对选民表示 在这个州取胜就可能保证 他将战胜罗姆尼 而连任美国总统 美国有几个州 可能决定奥巴马 在11月选举中的命运 维基尼亚是其中之一 他星期五在这个州的海滩高中 告诉选民 赢得维基尼亚 我们就将赢得这场选举 奥巴马总统对选民说 他领导的行政当局 创造了400多万个就业机会 也正在不懈地为中产阶级工作 尽管在修复美国经济方面 还有许多任务有待完成 奥巴马2008年在维基尼亚战胜了 他的共和党对手参议员 迈坎恩 以上就是VOA卫视 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 美国的角度 自由的声音 美国之音 直接深入全面 VOA卫视 VOA卫视全新内容全面报道 听听您的声音拓展您的视野 VOA卫视向您展示事件的真相 权威的评论和观众的心声 教你说地道美语 让你出口成章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 VOA卫视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 接下来的时事看台栏目 为您纵览一周来的热点新闻 阐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来看东亚方面 参加东亚峰会的各国外长 没能就南中国海领海争议 达成妥协 这次会议也罕见的 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下面请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次以失败告终的外长会议 再次凸显出对南中国海声称 拥有主权的东盟四个成员国 和中国之间的分歧 东盟秘书长苏林说 菲律宾和越南要求在最后声明中 提及中国和菲律宾 最近在南中国海 斯卡波勒浅滩滩的对峙 不过中国反对在任何国际论坛上 讨论南中国海争议 中国认为 临海争端应该由中国和相关的国家 通过双边渠道解决 这次会议的东盗国柬埔寨外交大臣 赫南洪说 所有与会国都应该为会议 未能发表声明负有责任 东盟把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冲突 和这次会议的联合公报捆绑在一起 这是不可接受的 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和轮值主席国 柬埔寨不能接受这种做法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这个星期 出席了东盟地区安全论坛 他说加强和整个亚洲地区的联系 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克林顿还不点名地批评中国 只发展经济 不进行政治改革 请看报道 希腊里克林顿11号 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 他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表示 美国对亚太地区有长期承诺 奥巴马政府也加强了 与整个亚洲国家的合作 并把亚洲作为 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重点 克林顿表示 这一策略的核心 就是要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加深与东盟国家的经济 战略和民间交流 在抵达柬埔寨前 克林顿还访问了阿富汗 日本 蒙古 越南和老挝 他在越南与越南外长 范平明会晤时 赞扬越南在缓和南中国海 紧张局势中所做的努力 他表示 美国希望东盟发挥作用 在与中国达成有关行为 准则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东盟能够与中国达成一份有效的行为准则 取得快速的进展 以确保在发生问题的时候 这些问题能够通过相互尊重的 符合国际法准则的程序 得以管理并和平解决 一个星期来 东盟各国外长试图跟中国外长杨洁篪 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问题上达成协议 然而却功败垂成 在此之前 克林顿在访问蒙古时指出 尽管美国正在转移全球战略重心 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 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首要使命 仍将是支持民主和人权 他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出席国际妇女领导论坛时 以蒙古为榜样 对亚洲的民主发展大家赞扬 在同一场演讲中 克林顿没有点名地批评中国 以牺牲人民自由为代价 发展经济的发展模式 21世纪的亚洲人民 不仅应该更加的富有 他们也必须更加的自由 21世纪应该是这样一个时代 他表示 民主体制在政治上更加稳定 民主国家更加可靠 同时民主国家更能鼓励创新 除了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外 克林顿还将参加东盟区域论坛 从地图上看 克林顿此次出访的国家 除柬埔寨外 其余全部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邻国 克林顿最近一次访问中国 是在今年5月 在那次访问中 他协助美国方面 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同意让山东维权人士陈光诚 赴美国读书 VOA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 在这个星期访问香港 航空母舰的指挥官说 目前举行的美日韩军演振奋人心 他期待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 不过他回避了有记者提出的 美中海军之间潜在的冲突问题 下面请看报道 不久前跟韩国和日本进行了 三国联合军事演习的 乔治华盛顿号 在7月10号抵达香港海域 预计会在香港坐短暂停留 在这期间会让船员 到香港参与社区服务 乔治华盛顿号舰长 劳斯曼在会见船媒时说 这次跟日本和韩国海军的演习 令人非常振奋 他说 这些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无论我们到哪里巡逻 我们都希望跟所有西太平洋国家 在这个国际海域里合作 进行模拟演习 互相了解 我们越了解对方 就越能减少误会 美国国防部早前声称 亚太地区海域将会是 美国海军舰队侧重的活动区域 并计划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演习 美国目前正在跟22个国家 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军演将持续至今年8月3号 参加者包括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等多个东南亚国家 不过中国并没有参与 这次还太平洋军事演习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 在上周四表示 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的议题上 已有共识 重申中国并没有在国防上 有一家独大的想法 航空母舰舰长 劳斯曼上校表示 当美军在海上遇上中国海军时 双方都会以专业和礼貌的态度 去交流 他还说他期待 跟解放军合作的机会 他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任何冲突都最好交给 两国的外交官和民选官员们 去解决 目前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角色 受到国际关注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在7月2号表示 可能要求美国出动间谍机 帮助菲律宾监视 有争议的南海区域 菲律宾政府将会在7月15号取消禁鱼令 本国渔民可到黄岩岛捕鱼 这有可能使得这场领土和外交之争 再次陷入紧张状态 美国之音谭佳琪 丁丽香港报道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陕西妇女冯建梅 被强制堕胎的后续发展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 举行听证 讨论中国一胎化政策的现状 以及美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来制止一胎化政策 出席听证的几位议员都表示 冯建梅事件令他们震惊 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共和党众议院皮茨说 他听到这件事以后 立刻在众议院全体院会发言时 表示谴责 但是他告诉我们 这个政策终于受到了人们的审视 终于被揭露 他对妇女和婴儿所做的一切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耻辱 今年6月23岁的陕西妇女冯建梅怀孕第二胎七个月 由于付不起罚款而被当地计划生育机构的官员拖到医院强制堕胎 她躺在病床上和死去的胎儿在一起的照片 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主持听证的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说 冯建梅事件引起了国际关注 虽然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但是他告诉我们 这个政策终于受到了人们的审视 终于被揭露 他对妇女和婴儿所做的一切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耻辱 女权无将界的主席瑞杰女士认为 冯建梅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主流媒体报道这样的案件 意味着中国国内可能出现了转变 主流媒体愿意站出来谴责这类的行为 中国在冯建梅事件后 虽然罕见地承认了地方官员的错误 但是对华援助组织的负责人傅希秋说 冯建梅目前仍被软禁在医院中 对于当地有人指责冯建梅家人 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卖国贼 要把他们赶出去 史密斯议员说 独裁政权常利用地方暴民思维 作为一种压制手段 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上批评奥巴马政府 对中国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不但对一胎化政策下的暴行 视而不见 而且还通过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拨款 提供了经费支持 史密斯议员说 民主党人甚至试图阻止 他在这次听证上使用这张照片 不过人权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巴斯众议员说 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非常明确 我相信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非常努力 也会继续努力与中国沟通 解决这个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 一位叫郭艳玲的男女妇女 十几年前曾有过和冯建梅相同的遭遇 郭艳玲通过电话作证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在回忆看到自己被影产的男婴尸体时 郭艳玲气不成声 无法继续作证 史密斯语言说 国会正在准备一个谴责 中国强制堕胎的决议案 BOA卫视方方 杨晨 国会上报道 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 今年奥运会的主办国英国 很少有人特别关注老旧的东伦敦 直到七年前伦敦赢得 2012年的奥运会主办权 东伦敦从此旧貌唤新言 请看报道 伦敦奥运会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改造东伦敦 其中包括进化环境 建新住房 新商店 新公园和新的体育设施 力争让这个一直不受重视的地区融入伦敦的繁华 伦敦奥运会成立了一个公司 专门为东伦敦的改头换面构划蓝图 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就保证 要留出公园绿地 要人们使用上第一流的体育设施 要创造上千工作机会 还要打造蓬勃的地方经济 彼得·图德是这个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 为了修建伦敦奥林匹克公园 曾经推倒一个熏鱼加工厂 这个工厂的主人兰斯弗曼决定 在奥林匹克公园不远处 重新修建自己的新厂房 再加盖一个餐馆 一个艺术画廊 和一个派对举办中心 兰斯说 那些一辈子都住在伦敦的人 到这里参观奥运村 他们来到我们餐馆 窗户望出去 就会惊叹地说 过去从来不知道伦敦 还有这样一个角落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为奥运会给东伦敦带来的变化 而感到欢欣鼓舞 为建奥运村 朱利安·切尼曾经居住的公寓楼被推倒 他说 有些人把过去的东伦敦 形容成是城市伤疤 那是不实之词 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中 有一系列的失败例子 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 甚至很多年 才能得知奥运村的建设 对东伦敦产生的真正影响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实时看台 稍后新潮USA要介绍新的教学方法 和新的健身趋势 请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来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VoA卫视的现场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 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VoA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 方法是进入VoA卫视 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信箱是 Chinese在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两次公司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VoA卫视 时日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VoA卫视直播现场 我是许郭 接下来是新潮USA栏目 今天我们介绍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新方法 和培养孩子爱心的新项目 最后还要看看 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赤脚跑步 下面我们就把镜头转向主持人赵婉成 好 谢谢主播 各位朋友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新潮USA 说起美国 有一点跟中国其实非常相像 那就是很多家长非常在乎孩子的课业成绩 那么在过去十年 美国政府是根据每一周学生的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来决定给教育经费的拨款 可是呢 现在很多周就抱怨说 其实这个方法并不是很科学 因为对于那些非常认真努力 希望能够提高成绩 可是成绩还是不好的学生来讲 看不出他们进步的幅度 所以奥巴马政府也就在各州衡量学生课业方面 给他们更多的弹性 现在 克罗拉多州采取了一个新的评估方式 这个评估方式 它可以成为美国教育的潮流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衡量出学生的进步幅度 请听报道 西丹佛大学 预科高中的学生来上学了 史密斯校长在大门口亲自迎接每个学生 老师很快就帮学生展开了一天的学习 八年级学生索特罗说 这里老师很关心每一个学生 老师很支持我们 跟我们一起分析问题 这样一来解决问题就容易了 因为要学好 不只是掌握学术问题 它也跟环境有关系 学习的时候必须感到从容自在 这样就能自然地吸收知识 这里的学生刚入学时可没那么自信 很多学生生到六年级的时候成绩还很差 但是三年后 大部分学生成绩就超过了全州同年级平均水平 而且学生能看到自己究竟进步了多少 这全归功于朋克创立的衡量学习新模式 这种计算方式很有创意 我们为此很自豪 美国各地一般用的标准考试是衡量学生的知识量 而这个新方式却可以追踪到每个学校的学生究竟进步了多少 图像显示西单副大学一科高中在考知识时成绩平平 但是学习进步幅度却很显著 史密斯校长说不断祝贺学生的进步对他们很有帮助 如果学生判断正确考试得了个A或一个星期前考不及格的科目现在及格了我们就起劲的夸他们有进步就是成功有了进步他们自己也感觉很爽愿意继续努力有更好的表现 衡量进步模式还帮助各校之间互相学习 丹佛科技学校的总体学习成绩很不错 但是校长福一说有些孩子生到六年级的时候还需要很多的帮助 有些学生程度很差阅读能力只有一年级水平 福一校长说他发现到借用这个新模式 有些学校想出了很特别的点子来帮助后进学生不断进步 其中一个学校就是西丹佛大学预课高中 我们到了那所学校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学生进步得这么快 西丹佛大学预课高中对学生的期望值很高 学生必须非常用功 但是史密斯校长说学校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相信学生的能力 我希望有一天学生想到我的时候会把我当成是个疯子 我每天就是不停地跟他们说你们太棒了 你们当时觉得我是个怪人 他们对我烦死了 但是这么夸他们日子久了他们也会相信的对吧 学生相信我的话对自己有了信心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把重心放在学业进步而不是成绩优异 结果是科罗拉多州更多的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很多人说让孩子学习成长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亲手去做事 通过这个方法来学习成长 而且这个经验可能是终生受用不尽 也许您也同意这个看法 在美国马里兰州有个母亲就亲自把这个精神给付诸实践了 她创造了一个项目叫做月中送口粮 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就让小学生他们亲自去收食物 整理食物分类食物 然后还要把食物送到可能挨饿的人家里去 通过这个方法来激励孩子们发挥爱心 养成乐于助人的精神 同时还学到了做事情的方法 您可不要小看这个项目哦 因为它已经蔚然成风 很多小学都已经跟着开始做了 每个月15号这一天 马里兰州Punched Run小学的义工忙进忙出 斯诺迪跟其他学生们正在整理一大堆食物 这些食物是每个班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捐出来的 September 2012 孩子们先检查食物有没有过期 然后按种类分类 再把食物装进袋子里 准备送到低收入老年人的社区 六年前罗森索开创了这个非盈利项目 项目名叫月中送口粮 我想教我的女儿懂得博爱 帮助社区里生活条件差的人 我也想感染社区里的其他孩子 罗森索的女儿珍妮 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参加了这个项目 现在女儿15岁了 她还在继续参与这个项目 以前我只知道食物是从家里的储藏柜里取出来的 我过去以为钱是树上涨的 我根本不知道在我们这个郡 竟然有人每个月都会吃不饱 钱会不够化 小学生跟他们的家长 总是在每个月15号前后把食物送出 正好是老人们每个月养老金要用完的时候 低收入老人这时候要吃饱 就得考虑减少别的开销 孩子们马上就要跟贫困老人直接见面了 这位老人说 我是靠养老金过日子的 现在食物价格这么贵 孩子们送来的食物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今年一月份养老金调高了一些 可是养老金里面的粮食补助额度却降低了 送来的这些食物可是大大补充了我的需要 泰斯尔曼老太太说 她看到孩子们总是很开心 孩子们也感受到这些付出所带来的满足感 送食品蛮好玩的 看到老人开心真好 这真的很酷 我真的很喜欢送真正食物 看到老人拿到食物的时候那么开心 让我很感动 罗森所说 这就是为什么她让孩子们做的不只是捐赠食物 而且要亲自送出去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亲身经历一下 把食物亲自送到人们手中 这样他们就能够亲身体验 为别人做出贡献的感受 六年前 月中送口粮 第一次活动只从一所学校送出30代食物 这个项目每年不断成长壮大 现在有十个学校和几所教会参与 目前为止已经送出了一万两千多代食物 这显示出个人的力量 人们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大 多一袋子食物 多一袋的乳酪通心面 多一个人帮忙 众人食材火焰高 罗森所说 他的目标是把月中送口粮项目 扩展到全美国 全世界 哇 跑步健身 最有效的健康方法之一 可是有没有看到光脚跑 这个不稀奇了 因为在美国 现在是一种风气 美国人流行赤脚跑步 没有鞋子怎么跑啊 你会不会把脚给跑坏了呢 干嘛要这样跑呢 是不是自讨苦吃呢 各位朋友 您的这些疑问都有道理 我们去看看究竟 穆萨奇奥是在九个月前 开始不穿鞋子跑步的 因为他在找一种 不会造成关节疼痛的运动方式 以前我的臀部一直疼啊 膝盖也疼 赤脚跑步就没这些问题了 洛杉矶赤脚跑步协会主席 萨克斯顿认为 关节疼痛一般是鞋子造成的 人们穿鞋子跑得姿势不协调 用脚撞击地面 再往上影响腿的直立 还会锁住膝盖 所有这些都直接对膝盖和臀部 产生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利伯曼 研究了为什么鞋子 会改变跑步的姿势 他对美国之音说 30%到70%的跑步者都可能受伤 为什么不能减少 这么普遍的受伤问题 我认为这是因为 我们太相信 制鞋技术和脚型效果 太相信能用钱买到的东西 真正重要的是 应该怎样跑步 利伯曼对穿鞋跑和赤脚跑的人 都进行了研究 他说赤脚跑步时 身体姿态往往比较好 赤脚跑步的姿势比较好 不服短 脚跟着地时力量不大 利伯曼教授说 大部分穿鞋跑步的人 用脚跟着地 这可能伤害自己的身体 理疗师福尔斯特的专长 是研究正确跑步技巧 他曾经帮奥林匹克金牌得主 乔伊娜进行理疗 他说赤脚跑步可能使脚步更加强壮 但也会导致脚步受伤 我把赤脚跑步看成是一种倾向 但没必要都这样做 我们不愿意看到原本可以避免的受伤发生 福尔斯特治疗过赤脚跑步受的伤 他说 会有脚掌轻肿 尤其是大脚趾轻肿 会造成那里肌腱的小骨头断裂 有时情况严重 一些跑步者也考虑过赤脚跑步 但是要他们真的脱了鞋去跑 还是有点担心 我怕受伤了 跑步的时候我脚底下得有个垫子 鞋子很重要 因为鞋底支撑脚心部分 让我在跑步时很舒服 对那些想要脱下 让自己感到舒适的鞋子 尝试赤脚跑步的人来说 李博曼的建议是慢慢来 他警告说 如果刚开始赤脚跑 就跑得太多太快 难免会受伤 但是如果跑步者让身体逐步适应 那么赤脚跑说不定能跑得更好 谢谢收看新潮USA 好 感谢您收看新潮USA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栏目 稍后解密时刻 为您解析已故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 显为人知的日记 请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BOA卫视 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 从1915年到1972年 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 几乎每天都写日记 写了57年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斯坦福大学 胡福研究所的研究员郭戴军女士 请他从蒋介石日记中解读抗日战争 围剿红军和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 我们一起来看看 1949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 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 共产党油弱变强 国民党油强变弱 这究竟是为什么 参与保管蒋介石日记 唯一真本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福研究所的研究员 郭戴军女士向我们介绍说 蒋介石这个时候开始进行反思 国民党也开始改革 第一个他认为外交 他说不能够信赖或依赖他国 因为过去对美国太依赖了 那么另外一个他就说党 他就说党的整个的涣散了 党员没有信仰 对三民主义没有认识 然后党员离心离德 党也没有党纪 完全是没有办法控制了 他说军队士气荡然 他在日记里很多 他说这些带兵的人 每到一地就先想好自己后退之路 然后等到这个战争不力 带军的这些将军们自己先跑 然后把军队留在这里 他说这怎么可以打仗 那么当然是经济 因为最后的这个稻草 压死这个骆驼的这个稻草是经济 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在组织动员能力方面 颇有效率 但他并不认同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他自己讲 他写 他说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 他说我们中国人是讲人 人 儒家讲人 他说基督教讲爱 他说我们对于这个人民 如果能够用人爱来做 我们何必要阶级斗争 从1949年退守台湾到1975年去世 蒋介石最希望成就的事业 就是反攻大陆 然而他心中的矛盾纠结 和国际形势的多端变化 让他始终未能如愿 就是50年发生的这个韩战 他觉得机会来了 他立刻很兴奋 因为一听到韩战爆发 他立刻在总统府召集这个军事首长 大家开会 马上要派军队 想派一个军 要三万三千人要派出去 然后马上就说 我们三万人是不够 我们接下来希望派十万人去 就是帮助南韩 是的 帮助南韩 因为他跟李承晚总统 是交情是很好的 他们都是反共的嘛 那可是呢 很不幸 就是美国并不希望 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射入 反共大陆虽然未能实现 但是1949年投向中共的 原国军将领副作义 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长的同时 似乎依然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曾经与蒋介石 暗中联系 1963年的8月9号 他的日记写 他说 复逆作义 逆就是逆反的逆 复逆作义 叛变嘛 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 写什么呢 西贡所能四字 四个字 西贡所能 密告于于 秘密的跟我来联络 但其他没有句名 他就写了西贡所能 那么可是呢 观其笔迹啊 却是真笔 是他的真姬 因为他们都认得嘛 所以他知道是他的亲笔 所以呢 他是有这么一段 他说的这个所谓的西贡所能 西贡所能就是 我愿意尽心尽力地跟你 提供给你嘛 就离应外合嘛 提供一切的意思嘛 国代军披露 就连在中国贵为国母的宋庆龄 也对毛泽东的很多政策 感到不满 并在对毛规劝魏国后 一度考虑离开中国 这个宋庆龄啊 宋庆龄曾经写过 好几封信给毛泽东 他认为做的不对 他 写的是哪一个时段 这从大要进 三反五反 反右 大要进文革 宋庆龄大概写的七封信 给毛泽东 他就是认为说 你这样子做 你不能说服我 那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毛泽东一开始对他很客气 到最后就火了 他就说 他不想的话就走吧 那么 当然现在这个 这七封信呢 是一直都没有公开 那可是 他们的宋家的家属 跟我讲 就是他们当时是很认真的 跟北京联络 要把宋庆龄接出来 宋庆龄想出来 所以这个谈 谈 双方的这个接洽谈谈判的都到很具体的 包括就是说 美国这边宋矮林 愿意付七百万美元的保证金 那么让宋庆龄出来 那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 那么都准备欢迎她来了 可是很可惜到最后 不晓得哪一位 就是最上面的一个长官 她觉得还是不行 她说国母如果走了不回来 那怎么得了呢 所以最后就 所以很遗憾 所以宋庆龄 他们宋家姐妹 最后都没有再见到一面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日记 是蒋介石那一共延续了 大半个世纪的日记中 最显为人知的部分 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有助于您了解一个真正的蒋介石 欢迎回到VOA卫视直播现场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虎妈们来分享育儿心得 虎妈经这个栏目 每个星期五 在VOA卫视现场播出 在星期六重播 现在不少的孩子 甚至已经为人父母的成年人 都沉迷在电子游戏中 今天主持人赵婉成就要和两位嘉宾 来探讨怎么让这些电子游戏迷 做到娱乐 学习和工作都补 各位好 欢迎来到虎妈经节目 我是赵婉成 这是我第一次为您主持这个栏目 非常欢迎您持续的收听 并且给我批评跟指教 要特别讲的是 我们这个栏目所谓的虎妈 并不是强调用严苛的方式来教育子女 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对教育 生活等等内容的探讨 为关心子女成长发展的现代父母 提供更多的信息跟参考 那么今天节目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很可能就会牵动很多人的共鸣了 那就是沉迷电子游戏难以自拔 从早期的忍者神龟 超级马力 到现在的使命召唤 或者是妖魔打杀暴力充斥的各种游戏 不论是单机游戏 网络游戏 或V游戏机 不知道有多少人 伴着电子游戏长大 有人享受玩电子游戏的乐趣 但不知道有多少人 深陷其中 难以自拔 根据统计 美国有1亿8300万人玩电子游戏 其中97%的人 是年龄在12到17岁的年轻人 有500万美国人 每星期至少玩40小时的电子游戏 虽然这种上瘾 还没有被美国医学界 正式界定为病态行为 或行为失调 但是已经出现普遍特征 包括成绩退步 容易贫贱 不跟家人朋友互动 人际关系退化 不顾工作 学业 不玩的时候 容易出现暴躁 易怒等退缩症状 甚至为了玩电子游戏 而欺骗 偷窃 电子游戏为何让人沉迷上瘾 电子游戏利弊何在 如何因事利倒 如何帮助青少年戒除电玩瘾 这一次在虎妈镜 就要为您深入探讨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本来电子游戏是很好玩的东西 可是出现了我们刚刚 影片上看到的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今天也挺造了 两位嘉宾在节目中 来给我们介绍 第一位是花婷女士 社会学博士 您好 还有王琪女士 您是政治学博士 是的 二位都是学业有成 学有专精 不过我们三个人 还有跟我们很多的听众 都有一个共同头衔 那就是母亲 家长 这个头衔很不容易 很神圣 可是非常的难做得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先看这个题目 当我一开始跟二位提到 就是说我们来探讨这个电子游戏 沉迷上瘾的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马上就牵动你们二位的共鸣了 是不是有心有气气焉的感觉 当然 当然 我弟弟的孩子等于我的侄子 在国内 就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进了好几次叫什么 借王所 也考不上大学 借王所 借独隐 借王隐的学校 Amazing 就是 挺聪明的孩子 就是考不上大学 就是怎么管也管不住 所以你这题目 我觉得选得非常对 被拉去借除这个网瘾 对 那花婷你有这样的 如果说共鸣的话 看是不是共鸣 就是说你的短片中提到 就是说全美有差不多 就是有一半多的美国人 有一亿八千万的 就是一半多的美国人 都会玩 在玩或者玩过电子游戏 对 提到大部分是年轻人 是青少年 但是我也看到 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 所有电脑游戏的玩家 25%是50岁以上的中年人 所以它是一个 所以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问题的话 它也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它不单单是一个 一个年轻人的问题 而且你把它看成说 是一个 就是说有很多共性 它们这一类人 所以可以看成一个 社会的一个亚文化 这个里面 包括不止年轻人 而且就是一个全社会 覆盖面很广的 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是把它 对 花婷讲到这里 本来我们以为是年轻小孩 好像难以逃脱 这个沉迷网瘾的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成人 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 上网程度 我们来看看 这个电玩上瘾 到不可思议程度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看看 第一个就是今年的2月份 台湾出现的一个新闻 真的是引起了广泛的报道 海外的媒体通通都有 几乎都是广泛的 这个被上网讨论 也就是有一个男子 二十来岁 他呢在网吧里面 就打电玩了 打了二十几个小时 到最后呢 那个网吧的人 要来加钱了 因为你在里面 一直玩嘛 要加钱了 结果才发现 他已经死了 等到把他从座椅 拖出来的时候 他的手还是这个样子 眼睛还是瞪着 这个电脑的屏幕 好像 他好像还在 死于这个键盘上一样 当时呢更可笑 只有十来个人 同时在这个网吧里面玩 没有人注意到 没有人发现他死了 这是一个新闻 我们再想看 下面另外一则 就是英国这个 有一个妇女啊 她沉迷电玩 就这个新闻呢 也是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因为也是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妈妈 她有孩子 结果她玩得 沉迷到什么程度呢 两条狗在家里 饿死了 尸体都腐烂了 孩子也不管 孩子吃的是罐头食物 直接打开就吃了 你说这情况怎么办呢 好 我们来看 第三个新闻啊 是一个韩国夫妇 有一队 打电丸 打得天昏地暗的 每天至少打12小时 那么她在打的时候呢 她自己有孩子 不管呢 她那个小孩 其实是一个早产儿 结果自己早产儿 是死于营养不良 可是呢 他们夫妻两个 每天忙着上网 往吧来打这个电丸的时候 反而是照样 他们的电丸 电动游戏里面的 那个婴儿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 这些例子 我以为 还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 你如果说 把它看成一个 社会问题的话呢 其实应该是 有一些共性的 比方说就是 家庭生活的质量低下 家庭结构突然的变化 这可能就家里有一些 这个突然的变故啊 或者是 这个孩子之间的 这种相互影响啊 就是说它 如果是问题 它的成因 这形成问题的这个原因 肯定是有一些共性的 和其他的社会问题 应该有相通之处 毒瘾啊 染上其他什么样的坏毛病 所以呢 就是 有 沉迷于电脑游戏呢 它不是一个非常 就是 当然它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呢 也是一个 有跟其他社会问题 有共性的 对 讲到这个共性 其实有一些心理的因素 要探讨的 像王琪 你们觉得 像这个英国妇女 她的这个新闻 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她丈夫死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要分开看 你说的这几个 英国妇女 丈夫死了 这是一个小例子 但是在国内的青少年 打电丸 就不是一个个例了 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普遍性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个例 还是普遍性的问题 也是相对的 这个电丸还是一个现代病 是随着这个电脑 电子游戏的发展 而由生而来的 这个现代病 你可以说 那比如说 俄国人都喝酒 也是一个病 有些这个东西 但是那个呢 就说 好像整个历史的 这个过程 要更长一些 是吧 是一个普遍性的 社会性的问题 中国人的抽烟 但是电丸 我觉得还是和他们 有一些区别 它还是和这个技术的发展 和这个整个社会的 这个商品的 这个商业化 这个厂家 这个网吧的 大量的繁殖 所以好像还是更应该 重视一些 至少我们要坐这谈 我们 就不用去谈抽烟喝酒的问题了 谈谈这个问题 作为母亲更care一些 但是作为 就是说这个电子游戏 本身 并不是一个 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任何好东西 都不能过量 对不对 即使是好东西 就像我的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吃青菜 我们都让孩子 要多吃青菜 人要多吃青菜 身体好 如果这个人 什么都不吃 只是吃青菜 那势必对他的身体 他就缺少很多营养 势必对他的身体 造成不好的这种 这种影响 所以好东西 也不能过量 过量了 有好变成坏 对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探讨 就是说你要适可而止 对 但是为什么 有人拔不出来呢 在当中有很多探讨 原因可以探讨 比方说 他是不是在这个 虚拟的世界里面 他得到很多的满足 和快乐呢 对 你提到这个题目以后 我问了几个 打得比较凶的人 就是说 人家就是说 就是说 就不用处理事了嘛 就是生活当中的 麻烦事太多了 打打就忘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就是上瘾 其实凡是上瘾的 我不太 我自己不玩 能不能这么说 凡是上瘾的这个游戏 基本上都不是特别健康的 健康的 比如说 我就没听说 有一个叫V2的 是断裂身体的 是不是 你听说过 谁玩那个上瘾 上瘾 你玩玩十个小时 没有 对 你没听说过 不一定没有 你能够举个反正吗 当然我也举 因为我也不玩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电子游戏本身 确实是没有什么错 我倒认为它是一个 就是即现代 就是这个 现代的技术 现在的人的想象力 和包括画面 音乐 三这个电脑技术 之大成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 我觉得关键问题 就是说还是 如果是孩子有问题 那是父母的引导 父母的这个 平时生活的这种 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电脑游戏本身 不是问题 好 花婷谈到的 就是父母的这个角色 非常重要 讲到这里 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因为呢 父母亲在孩子们 玩这个电子游戏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 相当的注意了 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十五岁的 十四岁一个男孩 北卡罗莱亚州 来的一个男孩 他就给我写这封信 他希望大家能够来 跟他跟我们 他希望能够分享这封信 这封信很有意思 他就说 他的父母亲 怎么样来处理 但是呢 我还有 这个十四岁的男孩 叫Kory Kory非常可爱 他心上怎么讲呢 他就说 他都是先做功课 回家以后才能够玩的 那么 在这Kory的case之前呢 我们先倒回来 看看我的邻居 为什么这个邻居 每天早上跟我一起 走路运动呢 这个邻居 我们谈到这个 电子游戏的问题 这个邻居Gina 马上就出现了 他的这个看法 他说他当时 他儿子玩的时候 他们讲说 反正小孩嘛 大概趁机学学这个电脑 也是好的 反正你用 玩这个话 刺激你的手脑协调啊 等等 好处他先想到了 就没想到孩子 就沉迷进去了 于是呢 后来就演变成 难以把他拔出来 母子就吼叫 妈妈叫你停止不玩了 然后小孩就在那边吵 后来他想 这个方法不对 因此呢 Gina就提出了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看 他给我的信上 Gina就说 他想办法呢 让孩子能够尽量的 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不要用一个 非常负面的这个角度 这封信上讲说 我尽量不要用 这个负面的态度 来对这个孩子 同时呢 他说我尽量地 找些更多的机会 让孩子能够参与一些活动 比方说大家去学空手道啦 或者学音乐打鼓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孩子现在啊 变成了这个 空手道的小教练呢 现在这个打拳 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打这玩游戏 已经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你举的例子也太好了 这例子都能像你这样的话 咱们还坐这讨论什么呀 不容易啊 这个例子就说明了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妈妈 问题可能很多家长都会面对 但是如果你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 青少年这个时期 这个孩子 你越跟他说不要 你越跟他说不要 他越要去做 所以这是一个聪明的妈妈 与其就是制止他做什么 告诉他不要做什么 而是说引导他去 我们可以做什么 什么更好玩 什么更健康 所以这就是一个 就是说能够 所谓克服这样的问题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作为家长 是 其实家长的角色很重要 比方说吃过晚饭了 爸爸妈妈先在那边看电视 连续剧 一看看到晚上 然后睡觉了才 孩子不管 然后就喊一声 你工作做完了没 对啊 这实在不行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 特别是国内的家长 恐怕大部分都是那个样子的 像我那侄子 我回去就问 那他妈妈就是 算是我的弟媳妇吧 他们小孩 国内小孩都在玩吧玩 我说你不给他钱 不就行了吗 他就吱吱吱吱的说 我不能不给啊 那我说你都借了一次 晚了出来了 你还给的钱又进去了 那你不是活该了吗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个国内可能 就是这么大的孩子 就这一代人 这家长灌孩子的 也实在是 对 讲到灌孩子 我还听到有的孩子 真的是玩到不行了 吃饭睡觉 打电玩 爸爸妈妈担心 孩子身体不好 还把饭送到房间里面 让他去吃着打着玩呢 死不叫复之过吗 没办法 那真的 那就不光是打电玩的问题了 别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所以刚才王清谈到这个 国内这个网吧很盛行 好像是我们在这里 没有太听说 所以这个网吧 我在我回中国的时候 我去过 就是确实是一个很 这个没有什么控制 因为肯定爸妈妈就不在场 而且玩的人都是同一个 所谓亚文化这样一个 就是都是这一类人 而且里面可以抽烟 可以有吃有喝 你可以随便你多少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孩子就更没有任何束缚 只要是像爸妈妈给了钱 手里有这点钱 他就完全可以用在 就是全部花在那个上面 所以这是一个 没有控制的这样一个环境 更容易让孩子上瘾 对 而且打电玩的时候 还牵涉到比方说 你是网络游戏 好几个玩家 跟你一起在远处一起玩的话 你变成你对人家 好像有责任了 你自己临时测下来 也是不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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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亲的角色 的确很重要 那么Cory的信上 他要给我讲到 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是让他把这个 Laptop 这个笔记型电脑 放在客厅 我觉得这方法 真是挺不错的 是 他玩什么 父母亲看得到 而且可以避免 他不愿上网 跟不良人士交谈 免得自己被人家 以后欺骗或什么之类的 这就跟你上班 老板天天盯着你 差不多 你总是要顾忌多一点 这个孩子我就说 真是乖的让人心疼 就是说这样的 小概率事件 对 这样的 绝对小概率事件 但是呢 确实是说 这个我们为什么 一直在说孩子玩电脑 玩电脑 那么我觉得一个社会 一个很大的 一个社会的这个变化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家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说玩啊什么的 就是出去 完全是玩 那就是出去 随天性 自由发挥 想象力 孩子之间 这种随机的 自由的组合 玩了很简单的小玩具 能够玩到天黑 现在的孩子就是说 家里应有尽有 玩具 所以他们所谓的玩 就必须有设备 有玩具 有组织 有教练 家长陪 家长送 就是除此之外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玩了 对吧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说 在家里窝很长时间 我说你出去玩嘛 他就问 出去玩什么呀 我当时很震惊 就是说 一连玩都不会吗 小孩子丧失了玩的能力 你把它放出去 他不知道该怎么玩 因为没有人告诉他 没有一个东西吸引着他 所以他已经丧失了 再到大自然里 这种很随性的玩耍的 这种能力 所以这个社会的变化 也是说 一个原因了 导致孩子 把孩子推向一个 更容易 更就是 比较 就是更现代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你讲的现代病了 现代的问题 缺乏跟大自然的接触 对 只知道在一个 现成的一个游戏设备里面 你跟随它的游戏规则 然后自己就不自觉地 就陷进去了 其实我们讲 电子游戏都不好 这是很不公平的呀 不公平 我是认为不公平 这叫基本上算是 拉不出屎 拉得猫黄的 大陆话说比较的 通俗一点 就话操理不操 那咱们就来讲讲 这个电子游戏有什么好处啊 对不对 我有一个朋友 他说他妈妈 八十多岁 快九十岁了 这个性格很好 但是他确实是说老了 就是经常发现妈妈在屋里 拿了一个小gameboy 那叫什么 就是拿在手上 那个小游戏机 就是孩子一进去 他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可爱 在这个年龄了 对吧 他跟周围人 他行动又有些困难 所以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 是一个真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锻炼脑子 锻炼手 这种一个方式 对人家说打麻将 可以刺激脑力 现在老人可以开始玩 这个电子游戏了 所以我就觉得是 真是在中老年人之间 应该推广的一件事情 还有很多好处 不光是这个 刺激脑力 像我女儿 她是学艺术的 我就从小老觉得 她那个逻辑思维 跟不够发达 至少跟我不一样 我就老让她玩这个 不是说这个锻炼 逻辑思维 锻炼什么之类的 昨天晚上我还特意 打电话问了她一下 我说你玩这个什么 我不玩 心想你怎么不玩 可是现在咱们 正在讨论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 鼓励她玩好 还是不鼓励她玩好 就问了一下 就算了 现在她也没有时间玩了 但小的时候 我真是希望她能多玩玩 其实你看 比如说我们上班 坐这个通勤火车 你就看到早上 晚上这些上班族 疲惫 还是没有睡醒的样子 但是他们很多人 都会拿出来iPad 拿出来手机 在那玩 所以这也是一个 消遣放松 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真不是一个 洪水猛兽 这个东西 还有一种 就是像那种 无翼游戏机 在里面打网球 在里面打网球 在里面滑船 高尔夫 据说那也很好 在这里弄你满身大汗 所以这个一个人玩 几个人玩 都是一个很健康的方式 其实还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人 特别用了电子游戏 来帮助 比方说像有人 医生 就特别请专家来写 怎么样写出 这种电子游戏的程式来 让这个弱势的孩子 因为弱势孩子 有时候你要训练 他眼睛的视觉 回到家里 爸妈妈还要帮着你 怎么样来训练 还要回去回诊 怎么样 所以现在有那种软体 在电子游戏机上 就帮助你 怎么样矫正弱势 有很多的方法 是有好处的 我那个侄子到最后 人家最后找了一个工作 专门写游戏的 所以据说有一句话 说孩子的 就说你不要光玩 你要学会写 激发孩子 往创造方向发展 人家就最后 吃了这碗饭了 这叫阴势力道 阴势力道 好 我们这个虎妈经 今天谈到这个 电子游戏的沉迷 其实我们 还可以看到很多方向 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继续探讨 那么下一次 虎妈经的栏目 我们的话题是 祖父母变成了保姆 我们知道很多 华人家庭 他们请父母亲 远到到美国 来帮忙带孙子 本来父母亲 祖父母应该抢亲符了 可是现在挑起了 照顾孙子的重责大任 老人家忙得过来吗 我们还得想想 他们带孩子的方式 会不会出现代沟 还有三代同堂的 传统中国方式 在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们非常欢迎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您的看法 还有经验 我们也欢迎您 给我们寄来您的信件 照片或者录像 给我们使用 请您用我们下面 这个电邮信箱 来跟我们联系 地址是 Chinese 那么今天呢 我们节目时间也快到了 是不是可以请两位嘉宾 给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我说啊 就是这个喜欢电脑 电子游戏 或者是哪怕有些沉迷 并不是世界末日 所以我觉得啊 我们的诸位虎爸虎妈 或者疑似虎爸虎妈们 就是放松心情 这个如果你认为成了问题 那就要用你的智慧 用更有意思 更好玩 更这个能吸引他的这个活动 来把它从电脑桌边拉开 所谓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我觉得 我觉得像咱们这些年纪的人 沉迷一下 也不是特别重要的 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咱们没准大气晚成 咱们三个买一个东西 节目 我们在一起来玩 健康的网络游戏 没错 就是我们一起来玩 对游戏机 我们来这个 简单的这个运动 对打一下 对 来健身一下 对 其实在讲讲 这个电子游戏 它是其实 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探讨 我们现在再回来 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虚拟世界 很多人沉迷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它得到满足 有人说 因为这心理健康的 心理的关系 比方说 你本来个性就是好强的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打赢了 觉得好高兴 人人社会行为特别畏缩 所以呢 它就 可以说是就在当中呢 它就沉迷进去了 难以自拔 好 各位听众 我们知道电子游戏是很精彩的 人生也可以很精彩 可是精彩的人生 是在真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在虚拟世界 好 我们一起要共勉 我们也要谢谢嘉宾 花婷女士 还有王琪女士 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收看 这一次的虎妈经 下一次再见 一边 在这边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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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输入VOA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的 这就是VOA卫视星期六专辑的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那么在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呢 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美式民主 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等栏目 这场节目的最后呢 请您收看英国公司为奥运会提供快船运客业务的画面 我是许波 请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在中国的大学生下办计算起来 机会讨论在提供快船运dis Vari国 SRR市